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清 今天呢我們請到這個 費鴻泰委員呢 到現場來喔 因為最近呢 他和這個徐曉星呢 在黨內這個出險的 這個問題上面呢 繞得非常非常多的 熱鬧啊有各種各樣的這個 形容詞啊什麼 心肺大戰啊心肺復甦啊 然後這個 撕心斷廢啦什麼什麼之類的啊 但是呢我們再請這個 費鴻泰委員呢 深入到有關於 這場這個初選的爭議之前的時候 我們還是先來談一下啊 今天的大事那個 今天早上就台灣的這個 凌晨的時間蔡英文呢 見了美國的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然後 包括其他的這個 國會議員啊大概有18位 這個國會議員一共這個19人啊 跟這個蔡英文這個會面 那他們談話的重點 其實大概就是可以想像的到的啊 蔡英文強調我們的這個民主啊 自由的價值啊 然後這個麥肯錫呢強調就是說 美台之間的這個關係呢 就符合六項保證 因為六項保證呢就是 因為他們在雷根總統圖書館嘛 那六項保證呢就是雷根 擔任總統的時候 台灣跟美美方簽的這個六項保證 這是有關於軍售的問題啊 但我們更關注的呢就是 在於說大陸呢 昨天呢除了由福建海事局宣布 呃進行聯合的呃巡航巡查之外 山東界呢 昨天也到了台灣的海域上來 他就在這個東岸的俄卵比200海里左右 齁那秋後這已經證實了啊 那就是那我們就擔心就說 呃他會不會有進一步的這個行動 那另外一方面呢馬英九呢 人在呃大陸在進行他這個 最後一天的行程 在這個上海呃應該是湖南衛視 還是哪一家媒體幫他撿的那個記 記組的這個呃這個畫面哈 那已經流量已經通過一億了哈 他說他覺得這個應該是 一個很正常的一個現象哈 那情懷所以先來先請這個委員 怎麼看兩個這個雙英 這個是行程對台灣帶來的影響 嗯這一次啊這個馬英九前總統 跟呃這個蔡英文總統 分別到大陸分別到大中國大陸 跟到美國去啊 嗯我覺得都是好事啊好事啊 啊這個馬馬前總統到大陸去啊 啊至少可以和緩現在兩岸的 兵兵戰委弄氣憤啊 嗯因為呃包括外媒啊自己 我們台灣都覺得哈 台灣會不會變成烏克蘭第二 嗯嗯啊還有人形容台灣 就是亞洲的烏克蘭這個啊 啊加上不斷的美國要求 我們要把兵役啊 從四個月到一年啊 然後買了啊世界各國都在禁用的啊 這個布雷車啊 嗯還有說還有說如果兩岸打起來了 美國第一優先要炸掉台積電 對這個都聽得讓大家都害怕都害怕 我難道有人要問我們真的要把我們 小朋友送到戰場上去嗎 哈那我們再一看呢這個 那個所以馬先生去我是覺得某種程度是 至少要有一個可以溝通的平台 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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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旗子啊這個是我們要這個是大家所關心的啊 總之 台灣必須要有獨立自主的一個外交政策 嗯我們當然跟美國很好 對不對我們去美啊這個這個啊 跟中共大陸啊也要和和氣氣的啊 至少馬馬前總統在總統任內的八年 兩岸外交修兵我們沒有當冤大頭 兩岸都在做生意台灣賺了很多啊大陸的錢 我們也沒有聽到說老公要打台灣等等啊 所以這種東西啊 馬先生在那總統的八年可以啊很明確的告訴和平有一條路是可以走的 那當然這對這個呃綠色的朋友一直批評啊 馬總統到大陸去不敢講中華民國 他很多場合就是中華民國 我是中華民國兩任的總統啊 總統對 而且還把憲法都搬出來 憲法都搬出來 我想馬總統在這一方面我是覺得是 讓大家給他非常多的掌聲 那當然啊蔡總統在洛杉磯跟美國十九位啊 這個連議長跟眾議員啊 我們也要看看他說了些什麼 我相信我相信如果說他們兩個都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上 對台灣當然彼此都是有價分的 這個就有點遺憾啊 就說這個蔡英文呢真的他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聽到他在此行的時候呢 特別是在這個美國的部分 有多凸顯這個中華民國 他就沒有談啊他談的都是這個台灣總統啊 這個也這也是符合蔡英文想要的啊 好我們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網友呢 在線上呢對於呃費委員呢提了很多問題 以前大家很關切啊他跟這個巧心之間的這個初選啊 為什麼搞得現在這個炮火四射啊 而且搞得這個場面上來講好像有點接近失控了 好我一個一個來請教這個費委員啊 首先呢就是我覺得這個指控是很嚴重的 就是說他說呃在你和呃王洪威上一次啊 就上一次對上一次選這個國民黨這個立委的這個初選的時候 你有要這個巧心呢去當他的這個側翼啊 要去攻擊這個要去攻擊王洪威怎麼一回事啊 第一個啊我沒有要任何人做我的側翼啊至於啊我的競爭對手他去當誰的側翼 我不知道啊這個我無法啊去去查證啊 嗯我在我跟呃這個呃呃徐曉星議員啊 我在他在上一次就是2018年他選完市議員以後啊 我跟他建立了一個line啊這個line一直保留到現在啊 這個也我中間因為我為了空間我刪掉了刪到了很多人 但是他的我沒有刪到對啊怎麼這麼巧呢剛好沒刪沒有刪到啊 我跟我太太的對話我也不會刪 我跟我跟我的助理們的對話因為要查詢一些事情啊 哦哦哦所以在我常常我常刪簡訊欸 所以在呃有些群組我們可能哈 有些群組問好的啊我們大概就把它刪掉了 嗯這個在這個我跟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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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我的委员处置其实各位也很清楚 我把它打开给你看 这个你整个把它看完了 对我刚刚我刚刚看 看了一下因为非常的长 巧心和这个费洪泰委员 他们之间的简讯 就是从巧心当选议员开始 然后委员呢就恭喜这个巧心呢 当选然后双方就说 那我们以后什么要加强这个合作啦 联络啦服务啊等等 然后呢我们就快转到这个洪威跟费委员 他们在初选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因为洪威当时呢很长了 然后呢当时呢 洪威呢有找马英九去帮他站台 然后呢费委员呢也请这个巧心来居中 做一个联络 所以巧心呢也非常积极的 去跟这个马办就肖续成嘛 这次肖续成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啊跟这个肖续成联络啊 然后呢要来去安排这个马英九的这个站台 那后来呢洪威呢 因为他就是在抗议这个选举不公啊 所以他就辞掉了 他就辞掉了发言人的位置 然后巧心呢就建议啊 嗯费红太委员怎么回应呢 这应该可以讲吧应该没问题吧 我不想是 我也不知道可以讲吗 这可以讲吗 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可以讲吗 应该还好吧 他说王红威议员很适合当发言人希望他不要意气用事 初选公平竞争 至于规定身为争取连任的候选人之一一定是遵照党部的意见 我们一向开大门走大路啊 就说这个是他给这个费委员的这个建议 所以我们从这个建议的这个对话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当时呢呃两个人的关系呢是很不错的哈 但是有没有发生说像呃像这个巧心所说的什么传简讯给他啊 要费红太传简讯给他要去当这个侧翼去攻击王红威 我看了非常长非常长他们的这个通的记录里面 没有啊就完完全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么这么一回 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很奇怪 他为什么会那他为什么会讲这些东西呢 而且因为针对他呃具体指的这个事项说什么呃 王红威私自变造韩国瑜的录音档什么的 这完全都没有在你们的对话之中出现过啊怎么有这样的状况啊 我晓得我真的啊这个四年多前的事我我只是让这些我跟他对话啊 嗯今天秀给你看啊当然我也我也有秀给那个 郑立文跟啊罗志强对他们看到完也觉得这个逻辑好像 好像都都蛮好的都不上来对不对 就说他的就是巧新的这个指控有点这个都不上来 你听到他这样子攻击你很意外吧 非常意外嗯非常意外这个我也不想要说他用攻击我了他只是要讲一件事情啊 这个他说我是伪君子啊等等我平常讲第一时间听了也很难过 嗯事实上我跟他相处的一直让他选完市议员啊他选市议员前几天我们还有还有参加他的活动 我都处的都处的还蛮好的啊嗯嗯嗯 这我为了初选啊变成这样子让我们的呃党部啊不管中央党部电话党部他们都啊都很都很为难 也让我们支持者感到痛心我这不是我所乐见的啊嗯嗯嗯嗯你当初有对徐晓星做任何的承诺就说呃你就这一届就是要让他选吗我在别人的节目一个月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没有印象嗯然后我也回去问我太太说哎我你没听我讲过的我太太也没有印象啊我讲呃就像有一次我们 三位呃呃议员呢他讲的我他因为三位员呃叫做呃呃呃呃呃呃呃很近嘛哦我再加油加油三位员呃呃我来讲完以后说我我我我对不起我我我不敢再讲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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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也看到就是说呃巧思音他在呃他竞选这个议员的这个时候就这一次哦这一次竞选这个议员的时候他也呃邀请这个 这个非议员来参加他的呃竞选总部成立的活动啊然后呢双方呃呃在就你也你也帮他不少吗在他这个竞选这个委员的过程里面看板我也我也给他卸了赞助他这个看板刚才呢话讲了一半了就是我可以看他们的呃他跟巧思音对话的简讯里面就是他在选举期间的时候你的这个 看板给他用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去年1.26这次选举 这个因为大家都要看板 那个看板呢也是 里长啊或什么 他们借给我用的 长期我就挂着 我跟里长的合照 有两块看板 他说他想要 那我就好啊 这个你看我们的对话也是这样 然后他的 他的竞选 竞选总部 他在建一个学校的那个广场 那我还 我还这个带着我的拉拉队 去唱一首歌 总之在 大家加油 在去年1.26之前 我们见面大家都处得很愉快 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初选呢 搞得这样子不可开交 我原来我们再请教您 就是说 他还有这个指就是 当初在登记初选的时候 他说是你去安排 安排助理当这个安装 就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呢会这样子两边呢 就出现有各自的人马呢 去抢着这个登记 因为呢到之后呢 等到登记结束之后 大家要来讨论这个初选的这个规则 那你如果说 某一方的这个人马 占优势的话 比如说他这边有三个 我这边只剩下两个那他的意见就会占上风 所以就会变演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那个实际的情形究竟是如何 他说你安排助理去登记 然后您说是他先找面殿老板去登记 那这样子我们是从3月22到24三天登记 那几天刚好也都是 我们立法院都在开会嘛 我就请我太太在 23号就是星期四的早上吧 在星期四去帮我去登记 那到了这次星期四 她是星期五早上 大概11点多的时候 由她的先生陪她去登记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就就这样子要进入初选了 可是到了两点多的时候 我们接到人家的电话说 有一位叫满志刚的 也是也是以前少青工爱青青年团的 满志刚啊 就跟去零去零表 零表要付钱的要10万块 而且零表你的表不能说我给别人用 不行 然后到了哎我们我们的人就赶快紧张了 好紧张 这我们也要做准备 万一那这位满先生 他后来讲说他帮一个面殿的老板去零表 去帮他登记 我们知道登记费啊 报名费啊就零表10万 还有叫100要100万 110万哦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 哦那一个呃面殿老板 我们后来我知道这个是在副台里啊 他们有一个面殿的老板 那刚好这个面殿的老板呢 在前几天在大概报名的钱 大概他3月11号 我们后来去找找资料 他们还到那边去送蛋 各位有没有印象 就是小满跟我的竞争对手 他们两个去去到他店里面去送给那附近人 好像1000颗蛋嘛 后来媒体还有都在做评论啊什么东西 那这个面殿的老板他讲的理由是说哦他像下次想选里长 这次好像要要让要好像要就让人要让人家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讲的话大概什么意思 可是从零表到登记他都没有出现 这位面殿老百姓张他都没出现啊 那到2点50分他登记了 那就变成2对 2比1吧 2比1 2比1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两位主任赶快往那边赶 赶快在那边赶 在这个老师也把表都通通都都填好了 觉得我们的主任在四点钟截止 我们的我们的主任啊 这个在三点五十三点五十三分吧 把表登记跟表送进去 这时候是2比2 那等到我我们的表一送进去 也在同一同一个一分钟里面 徐晓晶的主任也送了表 这是3比2 我们另外一位主任 又赶过去 在那时候已经赶到了 在三点五十七分把他把他送进去 3比3 结果就是这样子 我也没有讲什么事 我也把我在我当天晚上 我也在我的脸书上 把这个时间序列 还有那个面殿的老板 跟满志刚 跟我竞争对手之间的 在10天前的活动 我都把PO给大家看 其实我是非常希望一个公平的初选 我们在初选 我也绝对没有听过什么 搞出什么大局条款 我们也没有要求像市议员选举一样 要现任优先 我从来这种话什么的 或者既然要挑 因为四年前我被挑战过 那我们就好好的来办初选 那初选按照党章的规定 就是三七 如果大家就是三七 事实上 以前蔡振元 我四年前我跟赖斯堡 我们都是用这种三七 行之多年 不是因为废宏泰而改 也不是为废宏泰而设 也不能因为某人而改变 也某人而去 去这个重来 等等 我想这是 之所以 平常讲 这是一条红线 我其他的问题 基本上我当时都没有回应 这个事情 举例若是三比二 二比一 三比二 这件事情发生的话 那就是有这个三 或者二的人 他来做决定 就是由三来决定 这个我们这个规则 党的这个竞选的办法 培下亚是需要检讨的 如果应该采取共事决 而不是多数决 我是觉得这一 当然等到初选完 等到以后 我会 我会在我们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提出来 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时候 提出一个这样的做法 免得日后有纷争 这个许晓星就 当然现后来两 两方的这些助理 都撤签了 然后最后讨论的这个结果 就是民调七 然后党员三 那许晓星呢 就指控说你在之前的时候 就是去影响这些委员 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我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委员有76个 有76个 因为我我我不是四党部的委员 嗯 我只知道有几个哈 举例这个这个那个 连续香远的老板 连续香远的老板 四五个电话 嗯 四五个电话 我就给他们报告啊 这个我们的党章规定是什么 嗯 党章规定是是什么 我们最后的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呃 四年前并不是由 四委会的委员来决定 四年前不是 嗯 四年前好像成立一个小组 嗯 啊 成立一个小组 那这个呃 这里面呢 这个我打了 打电话跟人家 就类似像拜票一样 嗯 我怎么可能是会 施压 我怎么可能去关 就像我你现在如果说我们要正式选举 你是我的选民 当然都是给你拜托 嗯 还要跟你讲说你必须这样做 必须这样做 怎么不 我想这个 我也呃 跟一般的大家所认知是不一样的 说第一个 我没有去关说 第二个 我怎么可能施压 而且 但是这个事情我也让社会来做一个公平就是 嗯 就说呃 如果委员的人数有76人的话 那你打了四五通电话 就算打了十通电话好了 没有那么多 他也没有 我觉得就算是这样 那也没有办法这个影响整个的局面 而且就像费委员刚才讲的 其实 我觉得这个 呃 去说明或者是拉票 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嘛 哦 但结果就是 结果就是这样子 哦 那呃 巧新呢 他也他就主张说 因为呢 不做全民调 呃 对于他们这些 新生代的来讲 年轻的 年轻的民意代表来说呢 就是不公平了 因为呢 党员的这个部分呢 呃 占三成 恐怕还是这种资深的呃 废委员呢 的影响会比较大 但是你们在党 在民调的部分 对于年轻啊 或者也有家权 不是吗 按照年 按照年龄 任何的民调 我要跟大家报告哈 啊 我是 以前在新党时代 我是做 我是负责新党整个的民调 嗯 我们的民调是这样 你去问所有的机关哈 呃 通常要家权 嗯 家权是按照他年龄 年龄跟性别 因为这个这个是 内政部都有公布的资料哈 嗯 其他都你就很难去做做家权啊 对 第二件事情 我们商业的民调 礼拜一到礼拜日啊 都无所谓 但是要做呃 选举方面的民调 我们知道现在都打四话嘛 哈 四话里面的公司行号跟住宅 是没有分开的 嗯 为了啊 为了知道 确保你 是住宅的电话 通常他会 他会问 嗯 说你是不是住在呃 住在新党区 或者南松山哪一个里 嗯 嗯 当然可能也问不清楚 因此他们都会涵盖的一个周末 嗯 啊 礼拜五 礼拜六 啊不礼拜四礼拜五 礼拜六 这是一种模式 嗯 还有礼拜天 礼拜一礼拜二 这是一种模式 这个 这个在商业的 民意调查 跟选举民意调查 大概处理方式都是这样子哈 嗯 所以有人讲说 为什么一定要挑一个礼拜六 这不是我挑的 这是市场部 他们选举 就是用 民意调公司告诉他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这些所有的规定 不是我费用太规定的 是我们市场部 因为我们当时我倒推我 我以为原来是十三十 呃十三十四十五 嗯 后来变成十八十九二十 因为我听我太太讲 他们去写一条 这个十三十四十五 民意调公司没有空 嗯嗯 所以十八十呃十六十七十八 那三天是可以的啊 嗯 所以当时赖斯堡委员跟 徐翁廷委员他们是 他们也是那也是那三天做 他们是挑了三家 最后我们没有没有没有选择 只剩下两家 那只好那两家嘛 嗯 这个时间都不是我我来做决定的啊 当然我希望早一点啊 早一点 因为为什么我当时在推是十三十十五啊 因为 我们二十六号 四月二十六号要中常会要合备 嗯嗯嗯 那你换句话说你前一个礼拜 周末一定要把它完成 对 那党员投票定在四月二十二号 那你想想看 我不可能党员投票跟民调同时做嘛 嗯 所以只有这只有那两个选择 一个是四五六 一个是日一二 就这样啊 那四五六 我们我我是希望四五六 但是民调公司 没有空 没有空 那只好天一二 那是哪两家公司 因为总共有五家公司 那赖斯堡跟徐宏廷挑了三家 那剩下我只有两家也不是我挑的 所以洪廷现在退选了嘛 那你们的这个呃 南松山信义这边呢 就是十六十七十八三天 对对对 做民调 然后四月二十二号党员初选 对不对 刚才这个委员就强调说 你既没有去呃 去影响这个中常委 或是任何的游戏 努力人士提出大局条款 没有吗 没有 人格保证 然后呢也没有提说要现任优先 都没有人格保证 然后一切呢 这个呃 七比三呢 就是按照过去怎么做 现在就怎么做 是的 那现在呢 有另外的一个呃问题 就在说 因为之前的时候 现在网网路上的这个呃 网友呢也都一直在问了哈 就说巧新呢 他呢 发了一个简讯哈 说啊 这个废委员呢 这么资深啊 这么优秀啊 好那你就去当这个部分区就好啦 好 支持他这个部分区 呃出任部分区 然后这个立委的选战呢 就交给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 好 那也有网友在问说 啊你为什么不去当这个部分区呢 呃 区域立委跟部分区啊 是分 呃是时间上差很多 嗯 区域立委 呃就是从三月份 大概到五月底 就是这时候再分三三个T次 在国民党里面或民党里面啊 区域立委选完了选输的人去当部分区 是没有发生过 没有发生过哈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进入在啊这个初选的这个阶段 哦他说他当他进国会 哦费鸿泰去当部分区啊 或者入阁去当部长啊 当然表面上听说就很好啊 对费鸿泰肯定啊 嗯 可是在肯定的另外一方面说哦 大家票要投他不要投我啊 嗯 那这不是意图使我不当选吗 而且再次跟大家报告 现在是在初选的阶段 讲这些话 其实我是觉得啊 我个人觉得不很恰当啊 嗯 这个你一直说啊 一直有所指说费鸿泰还有别的路可以走 嗯 但是在国民党的传统啊 我知道的选举 从选举到现在在啊 在在在台湾了 没有发生过说我去选输了啊 初选输了 然后再去当部分去没有发生过 你只要取任何一个例子就没有过哈 嗯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啊到现在为止啊 哎 我我我觉得也很难过了 这总之我也不太愿意提啊 我想这个事情交给交给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选民来做决定吧 嗯 嗯 这个那天在这个市场演出这个呃 巧心去拦你了 哈哈哈 然后最后他这个摔倒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呃 呃是这样子哈 我在 我呃等于说正式都通过了各种的选举的规则以后呢 嗯 我在等于正式的起跑 我就开一个开一个记者会 开记者会当然就是我在我的我的我的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就是在无心街啊 嗯 所以等于做呃做一个试诗啊 那我开开完开完记者我原来我是想啊 就是从无心市场然后 我呃租了一个中巴啊 嗯 带着我的我的同仁啊 我们的我们的义工啊 大家想要去很快的跑完几个市场 可是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啊 我的竞争对手在无心街的在无心市场 那我们好吧我们就换一个 那那我们就换干脆换远一点好了 我们就换到中轮市场 事实上他也预告他是 后来我们也看到他预告是先到 先到这个这个无心市场 然后再到然后再到这个到到到 到永生市场 那我讲我都我要避开啊 哎你为什么你的个性很温和好 你想要避开的 因为因为啊啊如果说制造 有冲突就会制造话题 嗯后来不就这样子啊 后来他可能啊他们的助理听到 我们要去中轮市场所以他就赶到中轮市场 那赶到中轮市场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看到啊 啊至于他怎么摔跤后来我就请啊 记者有传给我们那个慢动作的影片 是用手机版的 他勾到了一辆 一辆摩托车吧 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我比方讲我真的不愿意让外界觉得我们出血是纷纷扰扰 那个其他的媒体一定就定位在内战咯啊 我想选举啊各选各的啊 我一直跟大家报告我的竞争对手就一个就是我费龙泰本人 我我是连任的啊 这四年我做了一些我之前四年前的承诺是什么 我现在有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啊 这也是检验检验你的承诺 嗯这个费委员呢在这一次的国民党的党内初选里面 嗯当然受到这个来自徐晓星的很强力的挑战 那其中呢一个最重要的 晓星最重要的挑战的攻击点就在于是说应该要世代交替 这个大家大家看这个呃费委员呢 多年来的这从政的风格啊 还有他刚才就回答 他就是一个个性很温和的人 然后呢 这个对党内同志很温和 我对民进党从来不会温和 哎这倒是真的是啊 他对这个民党委员很凶的啊 而且呢他的这个战斗力也非常的强 他现在手上呢还留下了一个呢 这个永久性的这个伤害啊 他就是在 嗯这个是 2020年 2020年 当时的时候呢 陈菊被提名当监察委员 然后他第一次呢以这个监察委员 监察院长 被提名人的身份呢到立法院 然后这个国民党这边呢当然就是不让他进来啊 在抗争 在抗争过程中 玻璃 碎了对不对 对这样 扎到他这 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我们的种子 写流如注 是刘呃 林威州 林威州就分配大家要怎么去防守 那我防守他他他要进我还有几位委员 防守在他要从呃正门进去那个地方啊 通常院行政院长官员就要进去的 那个玻璃啊玻璃很厚的玻璃啊整个就是一个刀 掉下来对不对 大概 你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啊 其实蛮明显的 先这个把大概啊 这个长大五公分 身三公分啊 嗯 把韧带切断 哎呦 把韧带切断 这边神经啊 这边神经也都切断 嗯 总共我全身麻醉了八个小时 哎呦 嗯 八个小时 然后把韧带接好了 啊一个小 微血管跟跟神经就是没有办法接 微血管可以慢慢的还会他会接起来 嗯 但是神经就很难接 嗯 所以这个地方到现在目前为止 还都还是麻的 嗯 都还是麻的 啊韧带长好了 所以你现在这个已经不如以前那样的 现在这个力气平常讲这个腕力啊 腕力比以前差一点 嗯 嗯 就是腕力的部分比以前差一点 但anyway 他是把它接好了 但是就是现在神经是断 这边这边这边没有什么感觉 哇 你这这为党的这个牺牲太大了 就是这个很可怕 这很危险的 哎 当然如果切到 八个小时啊 哎 八个小时 哎呦 如果切到动脉静脉那就那就早了 嗯 切到游戏切到切到动脉的话 那那个 右手就废了 可能是这样子 嗯 呃 我在立法院啊 18年前进去 我们第一天就开始打仗 当时 呃 通常有的委员进去 一年两年才会熟悉那个环境 啊 毕竟我在市议会啊 我 当副议长的时候 我熟读啊 我们议事规则 啊 会啊 这个 呃 第一金控的董事长啊 叫谢叉叉 我就把他干掉 嗯 那个本来是要被被吃掉的 嗯 后来再发生了这个 我就把啊 这个华南啊 华南金控的所有权把它拿回 政府都大股啊 为什么要交给民间啊 嗯 这个当然让很多人不高兴 有些本党有些人也很不高兴 啊 第三个 我把这个赵峰金控 赵峰金控 都已经投票通过了 好像是呃 7比6吧 嗯 最后我那时候呃 蔡英文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负责这个 负责这个 这个呃 出售案 嗯 就我一直打电话给他 一直打电话 打电话 那晚上不要打了起 十个电话给他啊 这个呃 赖斯包委员 我们两个分 分别分头进行 这个后来有一个这个呃 有一个有一个票 从民股的变成变成关股啊 嗯 才把赵峰把它保留下来 然后最近才啊 上个会计刚刚决定就是 就是彰化银行啊 嗯 彰化银行现在也把它保住了 这四家金控银行保住是 十几兆的资产 嗯 十几兆的资产 你说这个都是炒出来 打出来的一个结果 当然当时的工会啊 我们跟工会啊 充分的合作啊 还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啊 都是炒出来打出来的啊 所以在立法院啊 第一个我对啊 我对意识规则 对协商大概都是啊 不敢讲最有经验 但是因为我当过两次的 两次的总招嘛 嗯 在马先生那时候叫政策会执行长 嗯 在一年多前我当过总招兼执行长 我想这个呃 带兵打仗啊 这个 我不敢讲说经验丰富啊 但是可以绝对 柯建民最不喜欢 最不喜欢 谈的对象就是我 因为 所以我不会给他妥协的啊 这个 所以我也没有在立法院啊 这个 我想不管是记者啊 我们的委员啊 碰到重要 有些委员重要的事情 包括曾民中现在当总招 曾委员碰到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他都会来找我讨论 我们商量 如 步骤是什么 最后的决策会是什么啊 这个 立法院啊 立法院我们现在真的很惨啊 最后最后都是用用表决啊 表决一定是输嘛 嗯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党内啊 能够团结共好啊 团结共好 才有机会打赢2024的总统大选 嗯 团结合作 才有机会让立法院过半 现在立法院我们只有38系 全部113系 我们离过半还差20系 嗯 其实空间蛮大的哈 大家去这个世代合作 如果是呃大家共同来努力啊 我相信 我相信我们是有机会的 但是如果每天给人感觉 吵吵闹闹的哈 不管是总统 郭立委哈 是最后的结果是 我们小孩就可能会要 要去上战场的命运 嗯嗯 所以我在这边我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的枪口绝不绝不绝不啊 对内我永远是对外 我对党内里面大家 我我在党内应该是没有敌人的 呵呵 但他就那18年了也很资深了 不可以这个呃 换新人上来吗 呃当然可以换嘛 我刚才讲说 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 嗯 还有很多的空间 至少还差20系 那至于啊这个 我的竞争对手要要跟我挑战 没有没有问题啊 我也绝对不会要求有什么 然后现任优先等等 大家就来初选 走一个公平的哈公平的初选 大家和和气气的把它选完就好 嗯对不对 您为什么坚持一定要这个继续再选下去 嗯 呃 实不相瞰啊 我自己觉得我的体力状况还不错 嗯至少我每年都去在跑跑马来松啊 我我马来松啊 跑的跑了很多年啊 我跑步大概从我出国念书到现在 跑了42年了 嗯我每个礼拜跑50公里 这分分几次拔了跑完 我的我觉得我的呃精神状态啊 跟我的呃体力啊以及我的经验 我都觉得蛮好 而且我的很多的朋友都希望继续服务 嗯这个你这很不容易 你每个礼拜都到这个市场去教大家 这个报税这个这个马上5月的报税季节快到 马上我们现在正在安排啊 嗯这个很不容易 我到市场上去服务是这样子 我在刚当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呃学校教书 我就我论文指导的学生呢 我就要亲了帮我把资料抓一抓去 投票行为有哪几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啊 其中找一个就是他服务处的附近 嗯嗯嗯啊市议员立委他服务处附近 得票率都比较高那就是接触嘛 那就是服务嘛 那我们知道服务处很贵 我不可能每个地方设服务处 人人力财力都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就就想到了这个流动服务处 我跟我太太考虑了流动服务处 换句话说每个礼拜礼拜天啊 我都都到菜场服务 你看到我跟那个我的竞争队一开始 我邀他到到市长服务 对对对 他也去了几次 嗯当然到到市长去服务 没有礼拜六礼拜天啊 我早上礼拜六礼拜天我也想补眠啊 但是这些年来也做了很习惯 嗯至于报税呢 这跟大家报告 报税因为我跟我太太啊都是商学院的教授 我太太念统计我念会计 那我长期也都在快研所啊 每个学习都会有一门课 我们很多的学生啊都在各个事务所 啊报税要很大的人力了哈 我们就我们就找了找了很多事务所的同学啊 学生的跟我们自己的助理 我在哪个礼我每个礼都去 我们在那个礼的那两个小时 就是就是 专业服务 不是不光专业就是国税局啊 我们找国税国税局的人在收件 哦哦哦真的啊 国税局的人那是两个小时 他可以把它网路打开 我们可以进去查询 哎我还不知道咧 进去查询完了以后 我们我们帮他填完 填完以后就现场 就可以报税了 就就矫健就完成了 真的啊哎呀这还真方便啊 所以我每到那个里那个里 那个两个小时就是国税局 就是流动国税局 嗯嗯那我们其实在这里面也 学习到很多哈 举例啊我们很多各种的税法的修改 嗯嗯嗯 夫妻审罚罪啊等等哈 嗯还有我第一次做全球首创的试算表 嗯因为我自己对资讯呢 这个也略之一二了 因为我曾经卖过电脑哈 我写我当过很长的programmer 我的收入很简单 薪资银行利息股利股息 这个收入很简都有扣脚平 你回想以前都扣脚平等 那我的可以扣脚的都是用基本扣除额 嗯嗯那政府就可以帮你算了 嗯我奋斗了六年 当我在市场上听到 当我进入到立法院呢 历经到林权啊何志青 他们都不肯答应 到张胜和第一年不答应 第二年我实在很生气 我说你这样子我们卫民服务 你都不做的话我就把你干掉 结果他就通了一试就通了 这是全球首创的税额是在 现在有将近 原来是你搞出来的 有将近50%人都试用在那个 那啊后来我听过啊 行政主机长那叫石树梅 他讲这个政策一年替政府省了10亿 这10年下来我省了 我省了大概100多亿哦 这个很了不起 第二件事情啊 在毛泽国当院长的时候那一年 人家就跟我讲说 我哎我们每个人啊 如果不办那个不不办这个这个 什么卡文就没办法去查询资料 那他说自然评证 自然评证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自然评证吗 那每个人都有一张共同的卡 嗯 其实两张一个身份证 一个健保卡 一个健保卡 对那身份证还没有电子化就用就用健保卡啊 我推动了啊我说服了这个财政部长 说服了卫福部部长 最后我在总咨询说服了毛泽国啊 院长毛院长一口就答应了 这个多方便啊啊 这些事情我想都是在报税里面啊我所引发的为一些灵想 所以我是觉得 选民服务是很重要的 嗯而且这个 其实是可能很多可能很多民众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就他刚才这委员提到的夫妻免除那个惩罚税 都是他在立法院弄出来的啊 其实造福了很无数的无数的民众啊 我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啊 就说嗯国民党现在就这场的这个立委选举跟这个总统的人选 其实是有密切关联的啊 这个母亲非常非常重要 那现在这个郭台铭已经跳出来表态参选了 您是不是跟这个郑立文啊曾明宗委员这些在也有个联署 是要要求国民党征召侯友宜 这个态度没变吗 我没有变哈 我跟各位报告这是我们被动接受记者的访问 我们也不知道哈 记者访问说支持谁 当时呃那是大概一个多礼拜以前 当时呃郭台铭先生还在犹豫嘛 那个侯友宜先生也不表态嘛 嗯 那选民给我们的压力尤其是民进党啊 民进党他们等于定于一尊就是赖清德了哈 4月12号4月12号他们就正式的nominate哈 正式的提名 呃提名了哈 那对我们的选民当然很奇啊 所以我个人也觉得愉快哈 不以慢啊 不要拖他说的拖到当当人心啊 在患思的患思患善的时候 你再想要把民调拉起来很难啊啊 嗯所以我们当啊接受中国时报的记者哈 有他可能我们做委员他打了很多个哈 那我就表态支持侯友宜 而且我希望他越快越好啊 愉快不愉慢慢慢的结果最后啊 很多可以见缝插针的话题就出来了 当然昨天啊郭台铭先生啊他啊他的宣告哈 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总之啊这两个人现在都要出来选了啊 在党的真在征召的过程里面我们希望啊 希望让营造出团结嗯 不管谁赢啊另外输的人就是没有被提 不要讲书啊没有被提名的就是支持他 同样我在我立委选区也是一样啊 不管是费用泰出出现或者是呃 我的竞争都有出现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嗯这样子还有机会啊 否则你看现在的民调呃赖清德都遥遥领先了 嗯我觉得要快一点要这个征召的时间速度要快一点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因为当时你们呃呼吁党中央 赶快征召侯友宜是因为郭台铭没有把表态 那就是这个大概上个礼拜的时候 那现在郭台铭表态之后他现在还没有恢复党籍 你你也赞成把它纳入到这个嗯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了 征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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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方式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就说让他变成是考量的人选之一 征召的方式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要民调要把郭台铭纳入 对没错 但是有些人就主张说 郭台铭都连那个 连那个 连那个党籍的身份 都没有办法取得 都还没取得 征召征召的方式 我们回想看看 当时的桃园 张善政 张善政 他那时候不是党员 征召就不要考虑党籍 这平常讲 征召这种方式 某种程度也是帮郭台铭 开个门 然后要就是公平的选举 选出最强母鸡就对了 对 那只剩下大概 二十秒的时间 如果说是您 最终赢了徐晓星 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 你会赢吗 我还有信心 我还有信心 这个我情跑地方 然后我不口出而言 我要团结共好 我认为 我会赢得我的初选 当然我也 很希望非常的平和 我也预祝 所有的我们的选民 大家要赢得 二零二四 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这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谢谢废委员 我们时间到 谢谢 谢谢 谢谢